2014亞洲少棒錦標賽冠軍戰 中華隊對上強敵日本隊 前三局雙方緊咬比數 第四局開始中華隊展開攻勢 加上日本隊投手抱頭失誤 逐漸拉開差距 中場中華隊以7比3擊敗日本隊 捧回冠軍獎盃 一開始設定打擊是不要求常打 就是以安打為主 後來因為小朋友也在打擊方面 也表現得相當不錯 所以今天安打術跟手臂上 都有發揮相當不錯的水準 中華小將開心奪冠 同時也拿下倒壘王 最佳捕手 等多項個人獎項 先發投手劉泰軍獨成大局 送出五次三鎮 貨班最有價值球員 被打兩隻拳的 其實後面頭比較穩 再 再穿一次CT 中華少棒隊以桃園歸山國小為班底 搭配各縣市精英球員 組成全國明星聯隊 在亞洲少棒錦標賽 連續擊敗新加坡 韓國 菲律賓和印尼 最後再打敗日本隊奪冠 締造五戰全勝記錄 而這也是中華少棒隊 對史上的第六座冠軍